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先跟大家说一下我的看法好 我先看看我的看法好 目前我认为跟昨天的看法一样延续 先下来再往上走 短线的状况是先下后上 这一波先下是要做买股票的动作 上去去做一个短线获利了结的动作 所以是先买后卖 跟之前上礼拜讲的不一样 上礼拜是先卖后卖 先卖后卖 所以我们先把整个节奏交易策略去拟定清楚 我们才知道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交易的方式 如同我之前一直在节目上跟这位说 我的投资理论交易三路 在看得懂的行情的时候 我们要持股重要好好赚一波 但是有时候路况人见度不佳的时候 我们要减码降低持股 甚至做短线价差交易 跟投资片我们来看 现在加权指数就是在 路况人见度有 但是不佳 不明确的时候 你这时候去做波段的 股票的条件没有到 我们只能做短线价差交易 会让我们的交易之路来得顺畅 来得更好 我们来看 但我常常讲 现实的交易就是买有机会的股票 卖没机会的股票 商务朋友们只有一套资金 他不可能只会买 不会卖 那有看过的节目的投资朋友 你们刚才都知道 我之前有卖过什么股票 我们现在来看它验证看看 有没有卖错的股票 有啊 当然有 卖掉之后往上涨 我2月23号买进的合金 这一根 我在3月5号 这根卖掉 它后来上去了 也是在我成本附近 你说可不可惜 其实我觉得不可惜 因为到时候 等一下我跟投资朋友说 卖没机会的股票 买有机会的股票 差异化在哪里 我们来看 盛群 2月26号买进 买进 3月9号卖出 还可以卖到82块 81块7 82块左右 你看 跌下来了 这波都跌下来了 你舍不得卖 现在就变套牢 你现在就在想说 我到底要加吗 还是要做停损 该做动作的时候 我就把它卖掉 你这一段 你的心情就不会受到影响 1589 这是我之前停损的股票 3月5号买进 量缩下跌 带量出量的时候 我们就在3月9号 卖出 是亏钱的 没有错 可是如果当初不卖的话 你现在也没有办法解它 你也是在套牢边缘 那 这是要说 卖没机会的股票 买进有机会的股票 同时间我做了什么动作 既然我认为 我现在盘是做短线价差交易 我们的操作就要变成更灵活 更灵活 我们来看 我之前在同一时间 我做了什么动作 来 3029 3月8号买进 01我做了三笔交易 今天 当初在这边买进 后来直接拉长虹 3月9号买进 隔一天 3月8 对不起 3月8号 这一根 带量长虹拉上去 22块 过去的是 守不住的时候 在22块卖掉 当天就做一个 当初的交易 那之前买的在这一根 好 第三笔交易在哪里 第三笔交易是 3月15号 这时候买的 在23块附近买进的 市价买进 昨天隔两天之后 它创下新高到24.4 今天一开盘 开得没有很漂亮的时候 做一个动作 就是24块 左右 市价出 出掉 之前买进的这一笔 你看01 现在价格 我出到这一段 这一段 24块 现在是23.65 再看 当时还做了什么动作 4137 3月7号买进 149块附近买进 一路到3月16号 163块卖出 各位投资朋友 看同一个时间点 你就会发现 差别在哪里 我们用卖 买进的时间点 3月7号在这一根 3月7号在这一边 你当初不卖的时候 现在是赔钱的 这一段 这一段就会有差别了 所以一定是在买 有机会的股票 卖没机会的股票 这是我一直在说的 未来的路况 目前就是做 短线价差交易为主 所以我之前一直有在提 整个产业来说 都还是在5G AI 人工智慧 这一些高速运算的部分 去做一个正向循环 拜科技所赐 现在所有的电子类股 都在涨一个东西 一个题材 叫做科技通膨 所以我之后被动元件 全面含涨 今天的工商讲的 我们来看一下 我一直强调的 固态电容供需扩大 所以一定要涨价 育邦也会更新调涨 我之前有说 之前我有做过玉邦 我有做过玉邦 人不人再切 我说拉回都是找买点 拉回都是找买点 整个线形还是以多头排列为主 我们拉回就是找买点 但我没有做动作 我们来看一下 我做了什么动作 我在3月12号 这一根 62块附近 市价买进 62块 3月12号在哪里 这一根 62块买进 今天玉邦 冲到63块 不多 暂时不多 暂时就是你对产业的了解 跟你对股票 你敢不敢勇敢进场的 一个实证 一个验证 再看 昨天 五峰买进 3月19号 46.5 46.5 今天五峰 最高来到 现在是48.05 最高来到49.2 这些就是所谓的短线加差交易 我们要做的动作 我想跟投资朋友说 股票一定是有买有卖 商户只有一套资金 你不可能只有买进股票 也没有做卖出股票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我一直强调的 你要懂得停损 心态正确的 你第一个扭扣对了 你下面的交易之路才会顺畅 你懂得停损 你就有机会 有筹码 可以买有机会的股票 你懂得卖没机会的股票 这样你的交易之路 就越走越顺遂 越走越顺遂 所以我常说交易需要勇气 操作需要自信 那这些勇气跟自信 就来自你的经验的堆叠 所以未来的行情的路况 虽然是短线往上走 不过因为今年受到太多的 非系统性风险的因素 例如 中国会不会持续 停止购买美国公债 造成美国的长期公债殖利率上扬 影响到企业举债的成本增加 进而影响到股市 大家对股市企业获利的平等降低 会不会影响到股市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国际的经贸政策 货币政策 会不会影响到整个投资 市场上投资氛围的信心 这些两个变数 加上去年一直以来 有个地缘政治的变数 今年的变数又多了两个 操作难度会非常的大 非常的难 在选择个股上 我们必须要了解 我们的操作社会在哪里 选择有机会的股票 卖出没机会的股票 祝大家操作顺利 我是高维旭 那我们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